大大一口咬下去 这个不是双麒麟 而是蔬食甜筒 拿着甜筒杯 一年级六十多位小朋友 自己把沙拉放上去 新鲜又有趣 笑声不断 大爱妈妈与文山区 武功国小合作 要用创意蔬食甜筒 让孩子一口就爱上它 透过这样沙拉的一个品尝 孩子我相信 他们会知道吃蔬菜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而且可以对身体很好 根据新北市 2014年学生健康检查资料 将近半数国小学生 罹患进食 外食多又偏重西食素食 不但造成营养不均衡 也影响视力保健 因为现在台湾已经是 眼镜王国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能够让孩子了解正确的 视力保健方式 以及有一个蔬食 也可以让身体健康 从环保爱地球出发 孩子们也自备环保餐具 希望透过孩子的力量 把观念带回家 翻转更多家庭的饮食习惯 大爱新闻 曾山美志工胡淑慧 陈振县台北报道